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4月21日,星期二 今天呢,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消息呢 就是川普他又在推特里面发了一个推特 这个推特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呢,川普他这个人呢 是一个人挑起了一个很重大的媒体 那就是推特了 他是属于推特之国 很多的重大的决定呢 都是在推特里面发布 而且呢,都是他一个人有的时候呢 一拍脑瓜子 突然想起一出就是一出 然后就在推特里面就发布了 美国呢,他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他就是这么的民主 由这个一个老百姓选出来的总统 总统上了他以后呢 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不用跟任何人的商量 这就叫民主 这是美国的民主 美国人呢,很喜欢这种民主 想把他们这个民主呢 推广到中国来 但是呢,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呢 是不欢迎这种民主 不喜欢这种民主 好,那今天呢 川普在他的推特里面 发布了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 他这个消息也是这样的啊 这个消息呢 是非常非常的简短 他就说呢 In light of attack from the invisible enemy 就是在这个无形敌人的攻击之下呢 呃,我们需要来保护我们伟大的美国公民 他们的工作机会 我呢,将会签署一个行政命令 暂时的终止移民到美国 他用的这个词呢 是immigrat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呢 如果直接翻译成中文呢 那就是移民 呃,其实呢 immigration这个可以有广义的 可以有狭义的 广义呢呢 就是包括所有的格法的进入到美国的 都叫这个immigrate到这个美国 那么还有一个狭义的呢 就是把所有的人进入到美国呢 分为两类 一类呢 就是临时性的进入到美国 就到美国来走亲访友啊 来旅游啊 呃,来留学呀 来工作呀 这些都是临时性的 你凭借着这一个签证 你来了以后呢 签证到期你是需要离开的 尽管呢 这签证到期以后呢 你还可以续签 但是呢 把这一类呢 通常都是叫做这个临时居民 叫temporary resident 那还有一类呢 就是这个immigration了 呃,我们把那一类呢 就是通常呢 叫做绿卡 因为呢 在美国他签发的这个呢 是一个绿色的卡片 所以呢 叫绿卡 在加拿大呢 就叫枫叶卡 其他的国家呢 好多国家呢 都沿用这个叫法 叫绿卡 大家通常所称的 就是取得了一个 你永久性的 可以在这个国家 来居住的 这么一类签证 也叫移民签证 你到了那个国家呢 就不走了 永久性的 那这个川普呢 因为他之前呢 他也不是一个法律工作者 啊 然后他甚至呢 他也不是一个政客 之前呢 就是一个建筑生 他有的时候呢 这种法律用语呢 有可能不准确 就算是准确呢 他也是这个词本身呢 就有两种解释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对吧 那就不知道 他到底是指哪一类 是说所有的签证 我都不再签发了吗 还是说 我不再签发 永久性的居民呢 这个呢 就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说的是呢 为了保护美国公民的工作机会 因为呢 进入疫情之后 尤其是呢 当美国由部分州 转成了多数州 转成了所有的50个州 全部是进入了紧急状态 全部呢 都是这个居家隔离 之后呢 他们的很多人就失去了工作 我查了一下 五天以前所公布的数字呢 美国在封城之后呢 一共有2200多万人失去工作 失业率呢 达到了2200多万人 这是五天以前 那这五天之中呢 他们有增加到多少 我刚才查一下呢 没有查到 反正呢 2200多万呢 已经是很多很多了 川普呢 他上台以后 他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他的失业率低 就业率高 失业率呢 他曾经一度 他达到了2%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 一个失业率了 那现在这个疫情爆发以后呢 使得很多的生意呢 都瘫痪 像旅游业呀 酒店业呀 餐饮业呀 这些方面 全都是不能营业了 大家都居家隔离 对吧 有一些餐馆呢 是可以这个外卖的 但是也不能堂食 那那些公园什么的呢 都不能开放了 博物馆呀什么的 还有剧院呢 电影院呀 这些人聚集的地方呢 一概全都不能开放了 就连这个理发馆都不能开放了 那在这个周末 以及这个周末之前的部分个别的周呢 爆发了大小不同规模的一些游行抗议 那抗议的那些民众呢 有些人所主张的原因呢 就是说 我没有地方理发了 我不能理发了 有的人说呢 我不能去买烟了 有的人说呢 我不能去买肥料了 有的人说呢 我不能去买我喜欢的那个花了 春暖花开 我要在我的前后院呢 要种花种草 这些呢 行动都不能做了 所以说 他们就要上街 来要求解除这个居家隔离令 他们认为呢 这个并不人道 那么他们走上街头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他们就说 我们需要工作 我们需要挣钱 我不想光接到你偶尔给我的一个1200块钱的支票 1200块钱的支票对我来说不够用 我要去挣钱 我都不能挣钱了 你们那些政客 你们照样挣钱 那我上街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警察来拦我 警察来驱拦我 你们那些警察 你们都可以挣钱 但是呢 我们不能挣钱 这是非常的不合理的 所以呢 我们坚决要抗议 要解除这个隔离 我们要去挣钱 再就是呢 我们有自由 这侵犯了我们的自由 我们有权利来决定 我们是否上街 我们有权利来决定 我们是否工作 我们有权利来决定 我们是否戴口罩 我们甚至我们有权利来决定 我们是否去做测试 这些呢 你们全都不能来强制我们 我们是自由的 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可是现在我们这个国家 就不是自由的国家 我们要工作 不能光由你们那些人工作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挣钱 我们不要你们的hand out 我们不要你们给我们的那点支票 那点钱 就是呢 这些人上街 那川普呢 看到这种情况 当然是 他心里面非常的着急 倒不是说 他多么的人道 多么的心软 而是呢 他担心 他这个社会的稳定 他担心他的选票 其实他也不大担心 社会的稳定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社会的稳定 这些人呢 冲上街头 他们是不是去砸 是不是去抢 是不是去烧 这些东西呢 都不是他作为一个总统 来担心的 这些社会治安问题 在每一个城市 由每一个城市来 这个负责 而不是由联邦来负责的 他们就是 美国这种联邦制呢 联邦政府和这个州政府 以及市政府 是各自为政的 各自分工的 我以前的视频里面 我曾经还说过 川普呢 他到了纽约以后呢 他就说 你看看纽约 现在这个社会治安 这是全世界最差 最差的社会治安 这个纽约呢 简直就充斥了 这个恐怖分子 比这个中东的 那个恐怖地区 还要恐怖 然后他去了伦敦呢 英国的伦敦 他就说 你看你们这治安是最差的 你们要赶上我们的纽约了 他去了芝加哥呢 也说你们社会治安 真是很差呀 你们都赶上纽约了 到处去臭纽约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作为一个总统 难道他 作为一个总统 脸上有光吗 他不是说 你社会治安差了 他脸上有光 而是 你社会治安差和不差 跟我总统 没有任何关系 他是因为这个 所以说那些人呢 他们上街去游行示威 说总统是不是担心 他们的这个人身安全啊 还有当地的这个 其他民众的安全 弄弄弄弄 绝对不是 他所担心的呢 就是他的选票了 就是他的选票 就是他的政权 还是稳 还是不稳 他下一线能不能连任 这是他所担心的 至于说呢 人权他是不管的 说到这儿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呢 就跟这个移民有关的 那川普呢 他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竞选的时候呢 他一个口号就是 他要在和墨西哥之间呢 修一道墙 用这一道墙 把这个墙外的南美的这些人呢 全都给他们挡到外面去 我不要那些个移民进来 我不要那些人 我不管你们是 在你们国家是什么情况 我不让你们到我美国来 那他这是呢 他一直都想关闭 和墨西哥之间的这个边境 想把那些人挡在外面 那前几天呢 我们还听到美国就说 各个国家呢 都到美国来 把你们的人统统都接走 如果不接走的话呢 那我就要对你们进行制裁了 完了以后呢 他就把各个国家的人呢 就往回轰 其实呢 并不是说轰他们那些个合法的移民 像我们中国人呢 在美国 对吧 入籍不入籍的 入籍的有很多 然后呢 没有入籍拿绿卡的也有很多 还有一些呢 拿的是工作签证啊 留学签证啊 都有很多人在美国 对不对 但是那些人呢 没有驱逐他们 驱逐的是一些 非法待在美国的 那些非法待在美国的呢 主要就是来自于南美的 那前一阵子呢 美国 川普呢 他就撤销了两个命令 美国有两个命令 一个呢 就是保护未成年非法移民 就是那些非法移民 在美国没有签证呢 如果你是未成年人的话呢 美国是不会把你们驱逐出去的 如果大家还记得 川普刚刚上台的时候呢 他就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 边境的那个地方啊 专门辟了一个 就好像避难所一样的 那么一个地方 那么一块 就把未成年人呢 放在那里 然后呢 把他们的父母 都给他们驱逐了 就把小孩子呢 和他们的父母 分离开来 使得那些个未成年人呢 没有人照顾 这一点呢 也受到了 他美国当地的那些个 人权主义的 那个机构的抨击 就认为呢 这个是非常的不人道的 使得那些小孩子呢 没人管 有些小孩子呢 他们就是那个生病 有些小孩子呢 每一天因为 他们很小 没有人照顾 使得他们的生活状况呢 就非常不好 但是呢 在这个保护未成年人 非法移民 这个法令的保护之下呢 这些未成年人 美国就不能把他们驱逐出去 在美国呢 有很多这样的 没有身份的未成年人 那川普呢 最近几天 就是把这个法令呢 给他斩停了 还有一个法令呢 就是 庇护寻求者的那个法令 也斩停了 斩停之后呢 他就可以 把这些没有身份的人呢 给他们驱逐 这个人呢 我刚才就说了 他其实呢 主要是南美的 那前几天呢 上了这个头条的 大家都在讨论的 有一个这个新闻呢 就是 威迪玛拉这个国家 他们在美国呢 这些没有身份的人呢 就受到了驱逐 一开始威迪玛拉呢 是不要的 那后来呢 美国就说 你要是不要的话呢 我就制裁你 他就硬性的 把这些人呢 都装到飞机上 就跟你 拉回到这个威迪玛拉 威迪玛拉就说呢 拉回到这个 威迪玛拉的 这一飞机一飞机的 这些人呢 当中 他们就是 感染率相当的高 感染率达到50% 甚至达到75% 其中呢 还有好多的 这个未成年人 所以说呢 你们美国 尤其是这个川普政府 他们是不在乎 这些人的 这个生死 以及他们的安危的 他是不在乎的 他根本就不在乎 所以呢 我刚才回到 就是看到那么多人 上街来游行呢 他现在推出来了 这个主要是 想要缓解一下 他们这个失业率的问题 但是呢 你就是停止 这个 这个 Immigration 能不能缓解呢 其实缓解不了 其实缓解不了 就跟他们呢 注入的那些资金 就那些企业的 那个资金一样 其实呢 他们是缓解不了的 因为这个疫情呢 是把大家阻止在家里面的 那他们这个社会压力呢 非常大 有很多呢 没有理智的人 他们就跑到街上去 他们说呢 我们要自己决定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自己决定 有病没病 看不看病 检测不检测 戴不戴口罩 这我不要你 来强迫我 但是很多人呢 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得的这个病呢 它和你得了一个癌症 你得了蓝尾炎 对吧 不一样 说你腰机老损 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些不传染的病呢 和这个它不一样 你如果说 你不管这些 如果你是一个病毒携带者 如果你是一个 无症状的这个携带者的话 那你非常非常的危险 到这个公众场合来 但是那些人不管 这都是美国的一些个危险因素 这次疫情呢 会把美国带向何方 其实现在呢 还不一定呢 本来像这样的重大的 公共卫生事件呢 对一个政府的执政能力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 更何况呢 川普政府 川普他本身 他就没有什么执政能力 这是其一 不仅如此 他还不愿意 去认真的去执政 他不愿意 说你没有执政能力 你想一想 向别人学一学 对不对 然后呢 跟你的幕僚们 都研究一下 其他国家怎么做的 中国怎么做的 但是他不 他不 他秉称着他一贯的那种 撒谎 甩锅 诬陷别人 占便宜 这样一贯的一些个伎俩 这样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因为他本人 他并不是他所吹嘘的那样的 说他是这个专家 那个专家 他是股票专家 他是期货专家 他是疫情专家 他是病毒专家 他说他是专家 实际上他又不是专家 这是非常危险的 好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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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